两个月多月之后呢 还有点刚烈 小日本人外面还有一颗 还没有被移去 早上跟晚上上厕所都还会流血 两个月了伤口都还没好 这让当事人Yuna又气又无奈 她说去年11月中时 到高雄一间医院做痔疮手术 院长却在手术前才告知 要自费8000做微创手术 她指控当时很生气 院方又紧急把钱少收2000 但没想到两个月后伤口还在 其他医生还告知 小智还在啊 那这些我基本上 已经没有必要再吃了 这些 这些 这个是自费的 然后还有那个优点 我很合理怀疑 她没有帮我用微创 我自己做了一些功课 确实不会恢复起这么久 Yuna说有其他病患告知她 家人也是开痔疮 而且花到13万 她也秀出医院Google评价 指出还有人隔痔疮花11万 不解为何隔痔疮还要照未进 其实痔疮也要喝歇药 这是一套消化系统 她没有她们的一套说法 跟SOP 对此招指控的医院回应 有先询问病人做传统或微创手术 也告知微创需支付相关费用8000元 但病患说有点负担 因此医院给予2000元优惠 病人原先不想付费 后续告知家人愿意帮忙支付 因此签下同意书 而药品自费仅强效止痛药和优点 病人最后回诊为11月23 术后仅一周 因此不知伤口复原状况 而且以照病患所述 未以照医主吃药 温热水泡浴等 可能造成伤口未复原 病人所称未做微创手术不妥当 高雄市卫生局则说 9号下午无预警派人机查 以照法规手术前 要是没和病人说明手术事宜 或是医疗院所额外收取费用 最高开罚25万 详细状况还有理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